体育局湖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体育融合特别节目 我是佳颖 亚健康是现在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 它是指人的身体状态处在生病与健康之间 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 以前我们常听说中青年人爱出现亚健康 但现在由于课业负担过重 休息锻炼时间不足等等因素 如今青少年出现亚健康的现象十分常见了 不仅眼镜足肥胖超重足显著增加 耐力力量速度等体能指标也在持续的下降 青少年是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 他们的亚健康状态更应当引起重视 今天我们邀请国家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刘燕老师 给我们讲一讲如何通过科学运动来改善亚健康的状态 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 刘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刘老师 咱们现在青少年的亚健康 主要都有哪些症状表现 会给孩子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影响 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讲的亚健康 它属于一种临界上的状态 从体格检查上 并没有器官上的问题 主要讲的是功能性的问题 虽然没有明确的这种疾病 但是会出现精神活力和适应能力的下降 如果这种状态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 非常容易引起身心疾病 常见的青少年亚健康有以下一些症状 比如说心理障碍 胃肠道疾病 注意力不集中 心情烦躁 失眠 倒汗 出虚汗 消化功能不好 食欲不振 腹脏 心慌 胸 便秘 腹泻 总之感觉很疲惫 自己稍不注意就容易感冒 怕冷 高脂肪或过量饮食 缺少运动 睡眠不足 不吃早饭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都会使青少年的健康身体 逐渐转变为亚健康状态 那为什么说经常运动可以降低 这个青少年儿童的肥胖 还有包括进食的概率 甚至还可以提升这个学习的效率 体育锻炼是青少年素质教育的 有益补充和延伸 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 不仅可以增强青少年的体质 也可以让他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因为我们讲运动不仅可以健身 还可以健脑 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体内会分泌多巴胺 能够促进孩子们的注意力集中 同时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还会分泌一种叫做 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地质 它在神经可塑性方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把它称为脑细胞的肥料 在这种肥料的滋润下 神经原链接活跃 学习效率也就自然而然提高了 体育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来说 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对于有些家长朋友来讲 可能还是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 比如说像他觉得自己的孩子 每天上下学已经步行了 40分钟左右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再锻炼了 像有的孩子在学校上过了体育课 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不用再锻炼了 我们的锻炼既要有量的要求 还要有锻炼强度的要求 每天上下学走路 是个增加身体活动的好办法 但是我们感觉到 他往往运动的强度不够 就需要仍然每天至少一个小时以上的 中等有强度的这种锻炼 这样的话 他才能够产生更多的 我们讲的健康效益 才能够促进他们的身体能够正常生长发育 那么是不是加上校内的活动就足够了 校内是这样的 我们讲学校体育 它更多的主要是要教给我们的孩子 体育锻炼的各种知识 技能 包括他对体育的一种态度 那么在课上 不仅仅它是一个体育活动 而且它还有一个教学和育人的一个过程 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孩子的这种体力活动的这种时间 他就没有办法 包括长度 对 就达不到 那么而且学校老师的话 他面对我们众多的学生 他难以做到这种个性化的指导 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学生的这种年龄 性别 包括他的这种体质状况 直到他们开展 有计划 有目的 包括有规律的体育锻炼 然后努力改善他们的身体形态和机能 提高运动能力 以至于达到他们的体质健康的一个标准 那么具体来讲的话 咱们青少年啊 这个运动健身 结合他自身发育的一个过程来讲 咱们经常就您推荐的这种运动计划 分为哪几类 咱们怎么样去做 我们主要侧重于他的基本运动原理 也就是我们讲要增强他们的这种自信心和能力 青少年的运动健身 从他的身体发育过程来讲 我们日常运动计划分解 主要是有七个基本的要素 那么这七个基本要素 主要讲的就是我们讲的柔韧性 然后协调性 平衡性 然后灵敏性 以及耐力 力量 以及速度 那么如果我们在进行这些身体素质练习的时候 比如说在从事柔韧性练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就可以进行 比如说热身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柔韧性练习 包括增加活动练习度的时候 还有就是整理放松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这种柔韧性的练习 那么柔韧性练习也是为了减少运动损伤 包括提高他的运动表现力 青少年的柔韧性练习 我们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 增加他的灵活性 一个是肩背部 就是我们讲的上背部和我们的肌柱 还有一个就是宽部 宽部主要指的我们下背部和我们的臀部这块 对下肢 那么我们讲的要素里面 还有就是协调性和平衡能力 那么它对于青少年来讲 主要是指在完成某一个动作时 不同部位的这种运动技能和平衡性 我们平时的话 可多做一些手眼配合呀 包括脚眼配合以及手脚配合的这种练习 比如说我们踢腱子 对或者说是交叉拍脚 里和外合的这种拍脚 然后单腿直立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灵敏性训练我们主要涉及的是青少年移动过程中的身体意识和运动的一个节奏 越早接触灵敏性训练的青少年 他们的这种综合表现能力会提高的越快 那么其他的建议呢 然后呢我们的单腿跳跃 包括弦后小跳左右小跳都是非常好的 它既锻炼了我们的这种平衡协调 也对于我们的这种力量练习是有所增加的 看来跳跃运动不可少啊 我发现刚才您说的这一组运动呢 都是有氧运动 是不是对于青少年来讲的话 摆脱亚健康主要要进行这个有氧运动 那什么样的有氧运动最适合他们的 我们讲12岁到14岁 是青少年有氧赖利发展的关键期 那么平时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的负荷通常是130 150到170次每分钟 它的这样一个心率指标 很高啊 对 这是标准的吗 对 然后作为它的小中大的 这样一个适宜的负荷强度来进行 那么有氧运动的项目呢 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刚前面呢 也讲了是不是 它的特点主要是强度低 有节奏 它不中断 然后持续 时间长 那么我们讲各类的这种球类练习 包括快走 跳绳 包括踢腱子 刚说的对吧 跳皮筋 游泳 骑自行车 等这些都是非常适合 青少年群体的有氧运动 那么大家呢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 并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让它变成一种习惯更加的重要 今天我也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就是跆拳道运动 因为这样一项运动的话呢 它不限年龄 也不限身份 对于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比如说我们的心 体制 都是非常有益的 它对孩子的这种 就是有益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弹拳道独特的练习方法 比如说呐喊 或者说对抗 它都会使他们体会到这种发泄的快感 从而减轻了他们的压力 增强他们的信息 再加上他们与同龄人之间的沟通 能让他们找到自我 从而建立起自信 最终达到自强 然后青少年在进行这个跆拳道练习的时候呢 通过对长辈 教练 以及队友 行鞠躬礼 促使他们养成这种恭敬 谦虚 友好 忍让的态度和互相学习的这种作风 还有些家长误以为学了跆拳道这种 就是武术类的运动啊 是不是会让孩子有一些攻击性 但事实上是不是在您看来 相反 让孩子更加有克制了 而且更加知道什么是分寸 对 是的 为什么会这样 嗯 是这样的 因为跆拳道 它的这种动作的拳法 腿法 包括它的步法 等这一系列的动作 它不仅改善了我们的肌体肌肉的关节 那么因为它的这种动作啊 需要全身配合协调 所有的力量集中于腿部 那么推通过这个腿法来表现 长期锻炼呢 它能够促使我们各项力量啊 速度啊 灵敏啊 等等全面的协调发展 像您刚讲的 它可能更加的学会知道怎么去自律 然后呢 保护自己 是吧 所以说这一块对于它的全面发展 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跆拳道我们知道是一种以腿法为主的功夫啊 那么要使自己的这个腿法灵活 动作协调平衡 这个柔韧练习是必不可少的 前面您也带过提到 那么咱们如何具体的通过训练啊 来提高咱们青少年的身体的柔韧性 柔韧性练习 我们讲要经常性的进行 而且呢 要持之以恒 因为根据跆拳道竞技运动的这种特点 主要是以发展我们的腰宽部和下肢的这种柔韧性练习素质为主 然后呢 进而进行这种全身的身体柔韧的一个素质练习 那么再提高柔韧性素质练习的方法呢 我们主要进行的有两种 一种是静力性拉长法 另一种呢 是动力性拉长法 静力性拉长法 我们讲的呢 就是相对静止的去拉伸我们的韧带 然后呢 保持一定的时间 使肌肉和我们的韧带慢慢的去拉长 这样是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经常性的有这种横叉 树叉 一字马这些 一字马 对 你讲的一字马 然后这种瀑布压腿 它都是我们讲的这种叫静力性拉伸 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讲的叫动力性拉伸 那么动力性拉伸 它是通过反复的去震动 然后呢 拉伸 加大我们肢体的活动幅度 拉长韧带 那么动力性拉伸呢 它有节奏的 对吧 增加动作幅度啊 或者是多次的去重复同一个动作 那么使我们的韧带受到刺激 然后被拉伸 那像踢腿是不是 对 我们就讲的 比如说我们的正踢腿 离合腿 外白腿 对吧 都是我们讲的叫这种动力性拉伸 咱们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呢 今年啊 我知道是推出了一套青少年脊柱视力健康操 相信你啊 现场跟大家示范几节好不好 嗯 好的 好的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专门针对青少年 颈部 肩部 胸部 以及宽部等部位 研制了一套 脊柱视力操 接下来就随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起始位 身体直立 自然挺拔 两脚打开 与肩同宽 两手插腰 第一节 颈部运动 第一个动作 点点头 下颌收紧 向下靠置 贴近我们的胸骨 重复两次 一 二 至个人极限 第二个动作 扬扬头 下颌收紧 向上 抬至我们的头部 达至个人极限 一 二 第三个动作 侧侧头 将我们的耳朵 靠近我们的肩膀 左右交替 各两次 注意保持下肢的稳定 感觉我们 颈部侧面的牵拉 一 二 一 二 第四个动作 转转头 将下额收紧 向左上方进行45度旋转 左右交替 各两次 一 一 一 二 第二节 胸部运动 第一个动作 向上顶 胸部纵向前拉 两手交握 两臂举向头顶 掌心向上 将我们的两臂向上进行牵拉 滑动肩胛骨向上 重复两次 一 二 第二个动作 向左转 胸部左旋牵拉 转动我们的上肢 向左上 左前方45度方向 向上滑动我们的肩胛骨 重复两次 一 一 二 第三个动作 向右转 胸部右旋牵拉 转动上肢 向右方位45度 向上牵拉 滑动我们的肩胛骨 重复两次 一 二 第四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 交双 保持我们的颈部肩 须干在一条直线上 向左方 进我们个人极限进行 侧方位牵拉 保持下肢稳定 一 一 左右交替 各两次 二 注意不要挺身 顶胯 一 二 第二个动作 向后仰 记住前方牵拉 将我们的手臂向上举 眼睛盯着手背 一 二 第四节 宽部运动 第一个动作 俯身 将我们的两臂向前方进行拉伸至个人极限 尽量保持我们的躯干与身体与地面保持平行 重复两次 一 二 第二个动作 弓箭步 左右交替 各两次 迈左脚 注意我们的前膝盖 不要超过我们的前脚尖 后脚蹬直 一 左右交替 二 还有一次 一 二 好的 这里是由湖北省体育局 湖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 联合制作的体育融合特别节目 今天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 孩子是祖国未来的动良之才 帮助孩子远离压健康 让孩子爱上运动 受益于运动 可以说人人有责 让我们都行动起来 带给孩子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给大家知道